大家好,我是尚易 我今天来试着做一下菩提奶茶 那首先我们拿一点茶叶 我拿的茶叶就是我们的菩提普尔茶 这个已经放了几年,六七年了 那茶叶的量大概这么大的锅 我就放这么多茶叶 好,那水呢,要放多半锅 好,那接下来就是开火把水烧开了 把盖子盖上 好,那现在茶已经煮开了 我把火关到中小火 然后现在就可以加一点盐了 那盐的量就少许 好,那我们的茶已经煮了大概三分钟 接下来我们就应该加些牛奶了 牛奶的量就是这个大概一个小杯 好,倒进来 加了牛奶之后,这个茶就很容易沸腾铺出来 所以要注意把中火转成小火 并且可以搅一搅 现在看这个奶茶的颜色奶可能少加了一点 我再补一点 再加大概半杯 好,那现在这个奶茶 总共已经煮了十来分钟 已经茶香扑鼻了 非常香 那就该关火了 然后倒到这个茶壶里面 那我拿了一个过滤网 就是把里面的茶叶 先把它过滤掉 正好可以卡进来 正好可以卡进来 这真的很香啊 哎呦真的好香啊 欢迎大家也来试着做菩提奶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